大家好,我是Ryan 上一节课呢,我们讲了这个基本的添加删除事件 然后呢,这一节课我们就会讲到这个local storage和这个支持拖页的这个功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 好,这边,local storage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先来给它编写一个prototype function myToDoList.prototype.r 我就写presistdata等于function 这个local storage呢,使用起来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我在这边给大家示范一下local storage.r 这边有一个function叫getItem 还有一个function叫removeItem 还有一个function叫setItem 所以呢,这三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使用的 好,我们现在就用这个setItem getItem 就会找到 就会找到我刚才存的这个东西 我如何存储这个整个数据库之后呢 我们就要看,我们就要看如何载入了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初始化这个 这个实力化这个myToDoList object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就需要从那个storage里面来把这个内容取出来 然后再进行一下parse 所以我这边就写成this.dot.data 因为我默认存储的数据库是这个 等于local storage.getItem getItem的麦子 然后后面呢,我是不需要的 只需要这个key 麦子 为了以防它,我们是第一次运行这个程序 它这个是空 所以呢,我们把它初始化成空的object或者空的array 我现在觉得应该是把它初始化成空的array比较好 在默认情况下 所以这边应该是一个数组比较好 因为我之后要便利 数组比较好便利 那么呢,我就会便利这个数组 就是this.data 然后是.forEach 然后function function第一个参数呢 是value当前的value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应该是index 所以index呢,我们就用这个uniqueid来当 这边我写的这个uniqueid在哪里 这个,这种id呢,来当index 所以说,如果要想用这个id来当index呢 这个id呢,就是当前的timestamp 那么呢,我就会便利这个数组 就是this.data 然后是.forEach 然后function Function第一个参数呢,是value当前的 当前的value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应该是index 所以index呢,我们就用id来当 我们就用这个uniqueid来当 这边我写的这个uniqueid在哪里 这个,这种id呢,来当index 为了节约时间呢,我已经把代码帮大家写好了 这边呢,我刚才仔细想了想 其实用array其实不好 因为它不是连续的一个数组 因为id不是1234567 所以呢,存储的时候呢,用一个object 比较好存储这种形式的数据 这边呢,我便利它呢,就不能用arrayforEach了 所以我要用这种方式 属于JavaScript的同学应该熟悉这种方式 所以我就不给大家多说了 在这个便利之中呢,这边呢,默认的话 应该是一个空的object 默认应该是空的object 这边,所以说在之内呢 这个property,这个property呢,就是它的id 然后,当前这个data的property的code就是code 这个当前这个property的title就是title 当前这个property的date就是这个date 所以,这样呢,我就可以把它便利出来 把它里面的每一个,每一个item 每一个tubeleast这个项目呢 我都把它添加到veo里面 好,这一段代码就是来做initualization 做初始化 就是在启动的时候呢,我们把存储在local storage的东西呢 分别都render到页面中 然后再,我们还有两个任务需要做 一个是呢,当用户添加项目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数据库再存储到local storage里面 这样保证local storage的数据呢,和这个内部的数据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当用户删除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清空相关项目 所以这两个任务呢,其实就要回归到我们之前的两个invent handle里面了 这边呢,结局到这里是我们之前写过的function 逻辑,我们现在就不再重复了 这边呢,我们要新写一段逻辑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id,就是我们之前形成的那个id 大家如果上一次有上一次的code的时候 上一次我这个datanow是放在这里的 上一次我datanow是在这里的 但是呢,这次我把它放到了这里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id需要重复使用 如果重复掉用这个datanow呢 是不会掉用到一样的时间的 因为它从这儿运行到这儿是需要时间的 不一定是一样的时间 所以我需要把进入这个function的时候 把当前的时间存入到一个id里面 然后每次使用这个id 这样保证这两个参数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id就存到了这个id 然后呢,code呢 目前我所支持的code永远是1 也就是目前新添加项目都会添加到这个pending里面 以后可能会添加一个 这边可以添加一个select options的 然后可以选择添加到哪里 然后title就是title data就是data description就是description 在存储完这个this.data之后 这个this.data 这个其实是指在我们本段Java Scream之内有效的一个变量 我们再把整个这个数据库呢 存到local storage里面 就掉用我们之前写的这个function 来把它变成一个string 变成一个字符串 来存到我们之前的这个local storage里面 这就是这个添加项目 在删除项目的时候就比较简单 删除项目就只需要知道id 然后把这个id呢 从this.data里面删除掉 然后再整个存储一下数据库 这样呢,就把该项目删除了 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 现在这个to do list就基本上完成了 当我刷新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 默认的情况 我可以添加一个hello world 然后截止切 随便写一个日期 然后我添加项目 就添加到这里了 这边有个breakpoint 大家不要在意 我就添加到这里了 当我其实重复刷新的时候呢 这个项目是永远在这里的 因为我即使在打开一个浏览器tab 也可以看到它永远在这里 但是当我删除了它呢 就不会再存在这里了 就是这就是我们一个最简单的to do list的实现 下一步呢 我们来实现这个drag and drop的功能 drag呢 也就是drop的很简单 因为只需要给这三个框 还有等一下的这个 加一个drop的 drop的feature就行了 功能就行了 把它initialize成drop 但是呢需要给每一个item 我先这边加上两个吧 hello r world 截至日期是7号 添加项目 我先有两个 我要给它们分别都加一个drop 所以说的话呢 最好的办法呢 是把它加在这个generate element里面 每generate一个element 我就当时立刻把当时这个wrapper 给它变成一个drop 把它变成drop dragable drag 两个gable 哦 好 这样呢它其实就都变成了dragable 大家可以看 现在 它就已经是dragable了 当它在拖动的时候呢 我希望给给它添加一些效果 首先呢 拖动的时候我需要让它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opacity0.5 这样呢拖动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它是是在拖动的 opacity0.5 另外呢 还有当它拖这边这个拖动到这里删除呢 我不想让它一直显示 我希望当用户拖的时候 在拖页的过程中它是会显示 在拖的拖页结束之后呢 它就消失 所以呢这边呢我会给它加一个 这个 这个先我先把这个 class呢 delate div呢 给它默认呢 加一个 display display now 在这边 这边呢我应该给它写一个class heiden 然后class heiden呢在css里面 给它加一个 display now 好 这样默认呢它就是不显示在这里了 然后这三个框呢就一样大小相当整齐 在这边我刚才写的这个function里面呢 我需要加一个两个回调函数 一个是负责startinvent 就是在start的时候 我要调用一个回调函数 就是function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stop的时候 把它停止拖的时候 我要这边加个function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dragable 之前讲过这个dragable 但没有讲这两个function 那大家看这两个function该怎么使用 那大家看这两个function该怎么使用 这是dragable 这台api的定义 它首先start和stop呢 是两个invent 但对于invent呢 我们不但可以listeninvent 我们还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给它添加一个回调函数 然后呢我们来回到我们的程序 在start的时候呢 我会选中这个消失掉的这个element的div 它的id是deletedif 我在这边存了 它的id是deletedif 也就是default 我会写一个这块的selector 然后写一个警号 然后加上default.r deletedif 我就把它选中了 然后把它show 我给它添一个效果吧 再大概fast 用较快的速度显示出来 然后呢我们停止drop了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句话复制一下 让它hide掉 也用快速方式hide掉 来看一下现在效果 当我们拖的时候呢 当我们拖的时候呢 就会显示出来 当我停止拖动 它就会消失掉 这样呢就是我们的dragable 我们再看一下dropable 我们有四个地方需要有dropable 首先已完成进行中 再处理这三个需要有dropable 还有刚才这个隐藏项目 它也需要dropable 所以呢我们先来用 在这个初始化函数 intualization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添加dragable 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大概有三个可以 可以 我不说错了 是dropable 我们三个可以drop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pending in progress complete 这三个id 是它们三个的div 所以呢 这里呢 我就剪 给剪辨时间 也是让大家锻炼一下 这个jQuery的一尺函数 点一尺 我之前没有讲过 这个一尺 但是用过好多次 而且用法很简单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首先呢 是我需要一尺的东西 就是在扣子上进行一尺 调用一尺 然后我调用一个回答函数 这个回答函数之中呢 是会有一个index 并且还有一个当前的value 我在里面呢 会进行 因为现在有 现在我已经有value了嘛 value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id 所以我就可以用这块selector select到这个value 然后我给它调用dropable 现在呢 其实它们就已经都变成了dropable 我initialize一下 它们就已经都变成了dropable 但是大家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dropable呢 是不会在UI上做任何特殊的体现的 所以呢 我这边要传入一些function 比如说这个drop的回调按数 我就这边有个drop的回调按数 我在这边呢 里面呢 是用this 我之前给大家演示过 如果是如何用this指针 用this指针呢 是是引用到当前这个element 这个元素 就是有dropable这个功能 有dropable这个功能的元素 但是呢 我在drop的时候呢 其实是我想获取到 drag到它那 就drag到它这里的元素 所以呢 这个参数怎么获得呢 就需要从一个element 就等于ui.helper 这里这个helper 其实就是拖到它这里的这个元素 我把ui.helper放进来的话 这样就是有元素 就是拖进来这个元素了 我们对这个拖到进来这个元素呢 最关心呢 实际上是它的ui 是id 所以id呢 就等于element 啊 我们copy一下 我们复制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 这段这段逻辑 就是element id在哪里 然后这边 element.attribute id 就是element.attribute id的substring 我这样就获得了 这边这个逻辑我之前讲过 就是获得它的id 因为它的id是有前缀的 我是要把它的前缀去掉 所以用substring 这样我就有了它的id了 在有了它的id之后呢 把这个变小一点 在有了它的id之后呢 我们就想获得到当前的这个 整个它的object 也就是在data里面找到这个object 也就是用这个办法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定义一个item 就等于它 item就等于this.data的id 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remove掉之前 因为它已经拖动到新的这个框 框子里了 所以我就可以调用这个 underscorethis.removeelement 然后它呢 接受两个 接受一个object参数 之中呢 传id 就等于id 这样我就把旧的删除了 在原先 在就是当我拖的时候 在原来那个格子里的那个element删掉了 然后呢 我再把它这个 这个新的element 我再把它添加到 添加到正确的地方 所以呢 我就会调用this.generateelement 然后它呢 同样也接受一个object参数 在它的参数之中呢 是这些参数把它现在复制过来 避免遗漏 它的id呢 还是id 但code呢 就不是code了 code是我们当前这个index 因为我们在添加这个jobble的时候呢 这个in 当我们这个便利这个code的时候呢 它的index就分别是一二三 所以现在当我就是 是把这个代处理变成jobble的时候呢 这个index在这里面呢 就会是 是一 然后之后呢 就会是二 或者其他的就会是三 所以这边index 然后title 还是不变 就是item.title 然后date data也不变 我们不能给它改变date 然后也不能改变这个 它还是description 其实这边呢 我还需要把它的item.code 等于一下当前的index 等于当前index 这样呢 我就把新的这个index呢 存到的 原始存到的这个原始数据里面 也就是存到了这个item里面 也就相当于存到了这个data里面 因为这个item是 从这个data的d id一个这个项目中引用过来的 这里呢 我把它这样用了的话呢 这边我就没必要用index 我就可以统一统一用item.code 最后呢 在jobble完所有的东西之后 我需要再存一下 也就是调用这个 underscore this 就是data 好 这样呢 我们这个job的功能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给这个删除的这个区域呢 添加一个job的效果 就是 首先 这边少一个分号 首先呢我需要选中 这个job 这个 这个delete div 这个 selector 在这边 在这边 所以我需要用 锦号 锦号 加 他 点 jobble 然后呢 里面其实我也要传传 至少要传一个一些 一个参数 就是 刚才我们这个drop function 当他drop的时候呢 我们调用这个 同样的function 然后里面还是同样的event eoi 参数 这个id element呢 其实还是这个 我们要干的呢 其实就是delete掉这个item 而不是保存它下来 所以我们要把它delete掉 然后下一步呢 当我们把它delete掉之后 这个应该是在前面 delete掉这个item之后呢 我们会 再调用 the underscore underscore this.persistdata 把它存下来 好 但是存之前呢 把他们调用它们之前呢 我需要在eoi之中把它们删掉 就是this 叫remove.item relium element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refresh一下 现在呢 我们的一个数据库里面 有两个在正在进行中的item 我可以点击插 把它删掉 当我点击插的时候 删掉它也不会 我在refresh 它也不会再重新出现 我也可以拖动到这里把它删掉 当我拖动到这里 它就彻底删除了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个 这块图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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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的 基本实现 我还有一个功能没有实现 就是清空全部项目 但是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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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呢 我想要留给大家去实现 因为它其实很简单 熟悉整个这个流程的同学呢 就应该会知道 点击给它实现这个功能呢 其实就是要在这个 my to do list的这个function 也就是它的constructor 这里面 给它添加一个 以外的handler 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行 比如说在这个之后 选中它 用slack选中它 给它添加一个以外的handler click的以外的handler 然后给它后面呢 加一个回调函数 在回调函数之中呢 把这个this.data 给它变成空object 然后同时呢 在之后呢 调用这个function persist this.data persist this.persist data 这个function呢 把空object给它存到 local storage里面 覆盖掉之前的 的所有的数据 然后这样呢 local storage里面 就会存一个空object 在数据库 等于是在数据库里面 把它清空了 然后还要再把view里面 清空也就是 用selector的方式 把屏幕上所有的这个 这个 to do task的这个class 是to do task 这个东西 全给它删除 这样呢 就保证在view 在这个页面中也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实现就是这样简单的 以上呢 我们就是这个 jquery的入门课程的全部内容 这个我实际的课程呢 可能跟我最初编的大纲的课程安排 有些出入 但基本上每个项目我都是讲了 但就是时间 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比如说这个只讲了两节课 但两节课 时间确实有点长 可能二十分钟一节 那么就这样 我的所有的代码都会 还是在我的github上有 大家可以去github上看我的代码 谢谢大家 我以后可能还会录 其他相关课程 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的课 好 谢谢